本地一家货运公司董事承认办理海关申报手续时 向关税局提供不实资料 被法庭判处罚款3万元 被告张伟荣面对两项控状 指他在办理海关申报手续时 申报进口的两个集装箱是装了发光二极管LED灯 但关税局发现其实进口的是近8万4千条漏税香烟 调查显示被告是受一名身份不明顾客委托 接收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批货物 然后将货物重新包装 再装入新的集装箱 转运到英国 尽管被告怀疑这名顾客可能涉及香烟走私活动 但为了牟利 他继续为这名顾客提供服务